现在掌声有请刘贵普自己到我这来解释原因 来 贵普 你都已经不再出现了以后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 是这样 因为个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即将要离开服了几年的世纪家园 然后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代表世纪家园出现在非你魔术的舞台上 一年了 对 一年了 一年了 对 有什么话说吗 第一句话特别感谢世纪家园 因为他满足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梦想上市 第二个感谢非你魔术 非常震惊的 认识了这么多一年以来相濡以沫的好朋友 而且招到了非常多靠谱的员工 当然还有一个相机电视台的主持人 任贵普不再是世纪家园的副总了 所以以后他 你有三种方法来我的节目 我顺序跟你说吧 第一种方法 像现在这样 站在我的身边找工作 万一十二盏灯全灭了吗 十二盏灯全灭了是非常有可能 不叫万一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种可能性 你代表某公司 你找到了新的职位 还是做副总 你还甚至于就不仅仅管销售 还管人力资源 于是又代表另一家企业坐在这个位置上 接着招人 第三种 你自己做一家企业 然后自己替自己的企业来招人 我今天其实蛮巧合的 光好今天录完节目我约了惠普谈一件事情 其实我是想邀请惠普加入五八同城 如果惠普 你这不是旧坡下驴吧 我真的约了他 惠普可以作证 我是在知道 其实 你上头上头 一个你说完 一个说 你说 你作为求职者 你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PK一下了 对我说完 你说完 我知道惠普比我更适合这个舞台 如果惠普接受了五八同城的邀请加入我们 以后你就代表五八同城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消失 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进波 给不给副总职位 当然 谈钱不相掌 来吧 对于惠普来说太突然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但是我可以让你不谈钱 你现在仔细想 马上还有老板 要说他们的职位 一会儿你要告诉我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如果接受 你从这儿走 如果谢谢再见 你从这儿离开 来我们听第二份工作 来自 其实啊 我从一开始很早前就拼命挖惠普 但是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所以害怕是曾经上下级之后 这种情感不在 但是如果真的惠普来我这儿 我给他副总职位 加上真正的巨美优品 高价值的齐全 真正的 惠普惠普 买包包 我 我不能给惠普提供职位 但是我建议他去创业 我觉得对于他创业可能更适合他 好谢谢 他不是 谢谢捣乱的人 谢谢 如果惠普创业 我有很好的机会给你 咱们也可以聊 待会 也可以聊 稍刚 我愿意支持 稍刚 好这样 我想说 这位求职者 小动作不要太多 好不好 站好 不说话了各位 全部不说话了 请刘惠普 看着我 五八同城给的副总的工作 站好 没有求职者在这儿溜的 五八同城给的副总的这份工作 是接受还是拒绝 15秒钟思考 神奇的网站 在2011年 我只代表是家人 所以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